另外一件事 話說有些媒體說前人斬樹 後人遭殃 網傳有400名大陸人抵達意大利之後就跳機 用各種方式滯留在當地 搞到意大利要暫停所有來自中國的團體簽證 是不是有這樣一回事呢? 報道怎麼寫呢? 事緣在Twitter有貼文寫 意大利的使館暫時停止受理所有來自中國的團體簽證 旅行團那些就是團體簽證 他說原於有大約400名中國的團客抵達意大利之後 用各種方式滯留在當地 根據大陸傳媒網絡新聞的報導 有多間線上旅行社負責人在11號收到內部通知 意大利的大使館領事館就停止受理團體簽證 目前所有意大利的旅遊產品是全部停止售賣 已經收了團的旅行社還要幫客人辦理退團手續 全部都要等 等到那些大使館開放一些團體簽證 才可以再收下 他說多名知情人士就披露 意大利領事館突然停調中國旅遊團體簽證 和一個近期滯留意大利的溫州旅行團有關 這個團就通過上海中信旅遊去簽這些簽證 有傳滯留在當地的陸客甚至高達400人 有些可能要去打黑工 後疫情的時代 歐洲還處於復甦階段 很多地方失業都高拒不下 不少人是不是因為這樣就選擇去打黑工呢? 有些人說是不是政治原因就出逃 對於傳聞 這兩天傳到熱烘烘烘在網上 意大利簽證服務中心就回應了 沒有這樣的事情 上海的確那邊是暫時無法預約的 因為說太多人 預約是滿了 暫時就無法預約 不過北京在重慶那邊的大使館 領事館 還可以正常辦理那些簽證的 包括團體簽證 他說沒有這些事 不過的確在上個月有一宗 由北京出發歐洲的旅行團 一名60歲的大媽 在意大利旅行過程 甚至離隊失蹤 是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但未必人數去到400人那麼多 究竟那些傳聞是堅還是流 大家自行去想一下 不過官方就譬如說 沒有沒有沒有 上海只不過太多人預約 所以才白滿 暫時不再接受預約的意思 為什麼這麼多人突然想去意大利呢? 你說想去意大利 這個就說是傳聞 但去美國 要偷渡美國嗎?這個 就已經有美國官方數據了 話說從上天10月到今年的2月 美國之音等等媒體都報導了 在美國 墨西哥邊界都抓到中國的非法移民 多達4300多人 是歷史的新高 有一些說法說到6500多人 那麼在5月11日美國限制非法移民的入境 第42條法案即將失效 那麼在5月11日之前很多更加之多的偷渡客 就嘗試想偷渡去美國 那麼也都說了 在11日之前 大約15萬人在邊境想尋求美國的庇護 說很多人湧過去 那麼現在說拜登政府都有些措施 那麼包括要求那些偷渡客 那麼你想尋求秘和 帶點追蹤的設備 限時找律師 宵禁的安排 那麼在那些新澤西州 那麼紐亞克 首都華盛頓 芝加哥等等那些移民家庭 都要接受這個宵禁的安排 故主更加要配戴追蹤的設備 那麼也都說在11日已經戒滿 那麼當局也都最多攔截了1萬多人 也都安排了超過2萬4千名職員 去邊境去做事 那麼如果那些非法移民 那麼無法通過首次的音別 也都會被大家出境 好了 突然間中國和俄羅斯 那些社交網絡啊 抖音啊 微博啊 微信等等平台就說了 美國現在很不人道 現在邊境非常之混亂了 非法移民發生慘無人道的湧入 人道災難 美國在做什麼美國夢 長期對第三世界反而造成剝削 搞到爛民潮出現 那麼視人命如草戒 博視人權 養成人道危機 那麼大家可以上TikTok啊 甚至上中國的官媒啊 央視啊都類似的報導啊 那麼就類似這個 就是1月6號 國會大樓的示威事件啊 類似阿富汗啊 美軍的撤離的災難 那麼這次又是了 哇 俄羅斯啊 中國媒體啊 社交平台就不斷抓住這件事 就說 美國很差啊 不善待的偷渡客啊 點點點啊 很衰啊等等 CCTV啊 央視啊 都有這樣的 他批評 批評就說 引發什麼人道危機 那麼比如央視的國際時訊 是連環多篇報導啊 那麼就直擊美麥的邊境 那麼就說 美國 蓄意製造美國門 欺壓拉美人民 養成非法移民潮的慘劇 環球時報也都多篇報導去評論 美國毫無擔當 極不負責 那麼你的報導 會不會說一下 也都有不少 就是給一些媒體說大陸人啊 美國官方的數據啊 都嘗試由中美洲走走走 那麼 翻山 越嶺 穿過沼澤 要偷渡美國啊 那麼這個為什麼呢 他說如果美國對民眾 連狗都不如啊 這個是那些 CRY啊 就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螢龍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 有錢的要移民去美國 在美國留學 你問一下那些什麼司馬南啊 馬南啊這些 打口說外國那些 為什麼有很多 那些瓶自己 三個子啊 那麼 妻子 孩子 那麼 錢子 就是錢 老婆 子女 全部送去美國 那麼好笑 又在美國又買地 他又買樓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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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新聞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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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下載傳播兒童式情影片 被控十五行重罪 補釋金 那麼高達八百萬美元 最高可以判刑一百一十年 這位姚毅就說他是杜克大學的教授 校方就說不是教授 他只是曾經在我們大學參加研究工作 是生物醫學工程系的博士的副研究員 說姚毅在2020年8月去到今年2月就利用BT 下載最少和複製一些6至13歲兒童的色情內容 說這麼變態 6至13歲 十一個 這個又要訪問一下 十一個香港湯青山對這些新聞有什麼意見 他就被看對未成年人性剝削二級重罪涉及15項罪名 如果全部成立 每項都判他七年零三個月 加起來可以高達110年 現在大學已經禁止他再進入校園 報導就說由於姚毅是中國公民 美國國土安全部都參與調查這間案 姚毅本人對這些指控就直言不畏 不過律師就說八百萬美金的保釋金就太高 也都被勒令交出護照禁止使用電子設備 或者跟18歲以下的人有任何聯繫 18歲以下的人 你想問他老都不行了 一而為 給大家看看 零一多日都有報導 就是很微笑 很貌 做這些事情 下了六至十三歲的兒童不懂情景片都瘋善 不過說了 也說了大陸 話說雲南的檢察機關 就是依法對一個政廳級的官員 八二年出生的女官員 叫做段榮 就說他犯了很多的罪行 包括受賄 這個段榮有什麼特別呢 稍後再看照片 先看看有什麼罪名 他原本是雲南省投資出進局 原本是黨組書記 坐在這些位置 很多的投資 貿易 他負責去批 從中就拿油水 要私企的老闆去巴結他 討好他 給他錢 他運用權力就把項目交給你 你又有錢賺 他又有利是收 段榮就吃了 受賄罪 就已經送交了 昆明市人民檢察院那邊就起訴了 就說段榮也都已經被商開 黨員和公務員的身份也都被開除 在這個雲南省幾位監委網站就說 這個段榮喪失理想信念 背離初心使命 首先有些人做官 原來講這麼多 做黨員 有什麼理想信念初心使命 真是失見了 我以為做官好 可以賺錢 又有權 原來有初心使命 理想信念 真是失覺失覺 因為說他對抗組織審查 就是問你時候 不準不實 他官得不收 底線失手 包括跟私營企業的老闆 歐堅答備 未來眼去 跟私營企業的老闆 背後 歐堅答備 大搞權錢交易 長期收售 禮品禮金 接受他的旅遊安排 大搞權式交易 私得不正 嚴重迷反社會功德 迷反家庭美德 與多人發生不正當性的關係 什麼叫不正當性的關係呢 指的是你和他人家夫妻 又不是男女朋友 還有什麼有床上的關係 和當民那些私企的老闆 利用這個職務的便利 為他人在承纜工程的項目 工程的勃本 批給他人 包覽工程 總之你和我朋友 你和他有關係 你給錢我花 那可能是 你是不是想有這個項目 可以 很多企業都差 你今晚是不是要陪下我 老娘今晚很空很寂寞 只是給錢不夠 就是這樣的人 還說他從十八大之後 都不收檢不收手 習近平都上了台 十八大 你都不收檢不收手 十九大之後 情節更加嚴重 這個你真是 該被人針對 習近平上台 你都不弄些新風氣出來 還要繼續搞這些事情 十九大之後 變本加厲 段詠 兒族人 1982年10月他出身 這都是屬於在職的碩士研究生 2002年10月就加入中國共產黨 做過紅河州商務局的黨組書記局長等等 2017年做共青團雲南省委的黨組成員副書記 21年成為正當級的官員 成為投資出進局黨組書記的局長 和局長 首先看看這個段詠 什麼人 就說 越多人發生不正當性關係 看看這個星島 那些照片 首先看到上面 真是 細風日下 怎麼搞成這樣 我相信那些都曾經 歸逼你有要跟他發生性關係的那些男士 真是很大的受害者 你跟我說他1982年出生 即是四十四十一歲左右 香港還有很多花膽 李佳琛有很多這樣的年紀 你不要說1982年 1972年 1962年 甚至誇張一點 1952年我也相信 真的 1952年會比較快 但是你說他1962 1972年出生 我絕對相信 但是1982 神經病 你看看 嘩 這個真是官場的腐敗 非常腐敗 這樣也可以 那我做一張P的圖 發妝的給大家看一下 會不會再好樣點 真的都 娛蘭節 真是想不到 這件事真是細風日下 這樣的人 因為 斯德功德都有選 已經被商開 上面 太多這些怪新聞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說 不同的新聞 好 拜拜